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声音 无论是回归前或是回归后 一直从未间断 中央坚定会议 诚心诚意 支持香港在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补选 特区政府依照人大831决定提出的政改方案 最后在立法会被否决 本届政府重申 不会再重启政改 今天是民主的黑暗的人 集中精力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回归18年 香港步入后政改时代 对于最求民主的香港人来说 这一刻究竟是代表终结 还是期待新一波民主运动的开始 做这么多牌 其实可能只是用USD 张梓然在去年9月 积极参加中学生罢课 争取民主普选 政改方案表决日 因为担心有泛民议员转态 他专程去到立法会声援 谁知道去到那时 会议已经完结 集会亦结束 觉得他们就这样摆在这里 又没有帮手执 觉得不是太好 打算帮忙收拾多少都得多少 政改关乎他的未来 过去一年 身为应届中学文彭氏考生的他 一边应付学业 一边继续关注政改 同学早上 拿张看下 同学早上 拿张看下 真的心心拘疲 围着一些离子 有时会觉得政治来自己很远 不如我放手不要管 都要读书算了 还要争取一个公民 是否太张诚 幻想得太多了 正改方案最终被否决 张子言觉得是另一个开始 正改方案最终被否决 正改方案最终被否决 每次经过政府总部 他都会提醒自己 这一刻 香港人 还未争取到真正的民主普选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就这么快去软弱 这么快去不开心 都不敢再想太多 这里发生的事情 因为 因为心情真的很复杂 我都 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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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小时候交过 这首间的 最近差不多了 我捉住了女士们的意见 他们现在需要 交他们需要 要交往去厕所 我不教你们 你们可以充而不民 回去 你们可以买买了自己的耐心 虽然现在可能 好像无声无息就完了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心里面 仍然有那份热诚去继续争取 只不过是 可能有时候 他们不知道 应该下一步怎么做 张子言现在少了参与示威集会 但仍然继续关心政治 他说过多十几年 香港就要开始讨论 五十年不变的前途问题 他希望到时三十岁的自己 能够继续捍卫香港这一制 争取民主 我们应该继续维持 原有的所有事情 还是要跟随大陆的一套 这件事都很值得香港人去考虑和去想 除了争取真普选之外 二型四十年都是一个香港人应该要关注的一件事情 亨昌集每年委托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进行回归周年的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回归十八年香港人对民主发展越来越不满意 到了今年有超过一半人表示不满是历年最多 表示满意的就由十年前的三成跌到今年得回一成三 政改被否决香港人还会不会去争取特首普选追求民主呢 说不理的少过两成超过四成人表示会关心 但不会再主动争取 至于说仍然会积极争取的就超过三成 小朋友很对不起快乐 送船给你 打单开去可以下水玩的 我想法其实是想让街坊知道 其实这些公共空间有什么用的 一起去为这个公园去打一些改变 而不是好像以往那样就是 我有问题你帮我解决 我有问题你帮我解决 爸爸可以去下水玩的 二十二岁的黄瑞龙 在占领运动一直走在前线 受到运动的启发 他体会到民主的精神 不只是追求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更在于在社区推动人民自主的参与 哈啰 两位做了选民登记了没有 投票支持香港 谢谢你 为香港出一分零 其实还有三十多万合资格 但是年轻的选民是未登记的 其实它是可以左右到 全港很多区的选举结果 是可以颠覆到香港的政治环境 登记了没有 也成长了相当之多的 我以往都是一个 让人交给人去做的人 其实很多事情都自己未必会理 但是慢慢慢慢我希望改变了自己之后 也都是改变到其他市民 雨傘运动的精神就是自己的社区自己救自己的什么自己做 也挺个人的 这个问题就是 这里也没有什么街坊人流的问题 头痛就是这里 其实整个湾仔 根本比全港来说是更加老化的 所以其实你说想让一些小孩玩这些农舟 就是你要到处找一些兽子聚集的地方 端午节当日 黄瑞龙打算邀请街坊 来这个很少人用的水池放子龙船 一起想一下如何善用公共空间 不过效果就未如理想 看到这些年轻人 即使现在是很幼乱 很多东西可能有很多概念 但其实怎么落地都不知道都好 都开始投入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一个阶段之后 他们慢慢慢慢就会成熟的 但肯定走出这一步 本身其实我自己就会觉得是很感动的 就是说其实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 运动的成果 经历过占领运动的年轻一代 很多都对政府失去信心 宁愿在建制外抗争 但黄瑞龙就希望 在制度里面深耕世作 现在走着那段路上的思路 我都希望涉及到一点 究竟这个2047年之后 我们是如何自处的 到底这个五十年不变 解释权是如何实行呢 是成为一个中国内地 一个直轻市 一个省 广东省一部份 还是什么呢 最大的筹码就是香港市民的取态 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 令到更多市民去参与这件事呢 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我们可以有一个时机 去做一个更大型的运动 比以往的雨晨运动 更加彻底去改变这个社会呢 希望是做好一个准备 改变人心 其实跟改变的制度是一样的重要 陈建峻是建制派政党的社区干事 他说自己一向很少参与集会游行 但是因为支持政改 去年破例参与反占中游行 又帮忙摆街站收集签名 政改表决当日 他一早就来到立法会撑场 支持政府提交的方案 过了一天 无论是通过或者访决都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给香港市民再想回之后的路 如何走下去 完全这样继续拖下去 其实都没有意义 占中整件事根本我觉得是没有用得来 又浪费很多人力物力资源 还有无谓 我的看法占中是一种态度 一个没有办法之下的方法 本来答应你50年突然说我有点心急 你这个常常在吹嘘 说50年之后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改变了 什么都收回了 这个就是现在常常说的白色恐怖 有用 之后我其实觉得是有点 陈建俊在占领运动期间 亲身度过占领区视察 虽然发觉 跟他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他始终认为 争取民主要靠温和中间路线 不认同激进抗争手段 这个是一个疑似创造 这个是一个疑似创造 之后呢 去到现场的感觉是挺有趣的 他们基本上大家都很平和的 还有很有礼貌很有秩序的 回归之后近这几年 大家那个着眼点 或者是太过政治化了 影响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 这件事是我很不想见到的 你们身边的朋友都是支持的居多吗 支持的多 支持的多 起码有得投票选择首先 对 两星期前 正当社会聚焦在政改方案 最终会否通过 陈建俊选择做地区工作 去到地区很多家长 或者刚刚出来工作的新家庭的父母 都会跟我聊天 大家都其实跟我的想法 都是有点类似的 不想社会再这样下去 想大家注重回多一点生活 募结了之后 我认为就会是一个契机 就让大家休息一会 去再看一看 做一个正解的时候 会不会选取的方向 沟通的方法会不会有改变 经文联主席梁骨燕就说 已经向中联办解释事件 我们是主动约中联办的 知识明经济派议员 晚上到中联办同主任张晓明查序 政改方案最终在建制派议员 戏剧性离开议事堂 大比数被否决 建制派议员其后集体前往中联办 陈建峻留意到 社会上有批评说 做法等同破坏一国两制 不过他认为 这样做并无不妥 在于一国两制之下 一国的关系 我们跟香港的一个 中国认可的机构去沟通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理的 我自己心想一样的 不会突然之间50年之后 拍一拍手指 突然之间所有东西 变成像我们是深圳 一个中国的一个省份 或者是省会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 回归以来 香港人认为中央政府 有否落实一国两制呢 腾窗集的回归周年文调结果显示 十年前认为有落实的有四成三 到了今年少了接近一半 得两成三 读中大学的梁理智 去年积极参与占领运动 一直留守 他认为一国两制 50年不变的承诺 早已不存在 要捍卫香港 争取民主 唯有靠香港人自己走出来 很多人就集体来这里 就想夺回彌敦道 那天晚上我都在 警方停止操机 警方停止操机 我记得一阵子 然后后面的人在一篷 然后到最后 他扯开我把车子对着我 兜面噴 现在甚至经过这里 我会特意逗择另一条路走 因为觉得其实不太想面对 现在不会觉得是一种徽章 或者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 因为会觉得那种无力感 是盖过了在这里经历过的所有事 现在是一阵子 你看他走到 你想争取什么 真普选 公民提名 都要争取 争取是争取 你能拿不到的 跟共产党拿东西 你明白吗 没试过我怎么知道不行 现在问我 我还会回答 我没笑话怎么知道不行 但是怎么试 或者试些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 跟当时的我不同的地方 就是当时会觉得 有人叫活动 或者有人叫行动 我就直接去了 但是现在会想的是 怎么试 因为现在会发现 不再是我喜欢怎么去做 就是怎么做 占领运动之后 本土派抬头 令社会运动出现路线之争 应该怎样继续参与抗争 梁里芝觉得很困惑 在抗争手法上 应该是以激进 还是温和 可能是中国矛盾 或者六四 例如最近就是六四 你会想到 现在说是维远 在维远那里聚的就是大中华胶 你去港大那些 可能今年港大搞了 可能就是本土了 现在反而会想得更加多的是 到底这些我们每一年 已经惯常去做的东西 是否真的能够达到 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还是反而其实是徒劳无功 或者甚至已经变成了 例行公事呢 我一来到的时候 就看到议员就在这个台上发言 其实我觉得也挺大感触的 我觉得以前是会听的时候 会很轰动人心 觉得很振奋 大家听完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不觉得是值得特别庆祝 或者其实大家都是输了 我觉得你只是在这个表决里面 你所谓的叫做否决倒 但否决了其实怎么不代表香港有普选 我们自然争取的那一样东西 其实最后都没有达到 只是说真的 现在不是回到1200人而已 我觉得其实是 我觉得是 无论的 你上山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难 你看着你很想到自己的目标 上山顶 稍后下山才是最辛苦的 我觉得 这几年来都会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雨晒运动之后其实反而是散了 不是只是说社会里面 大家蓝黄对立的问题 而是整个运动都会失了焦点 哎呀 脚很痛 陈建文二十多年来 研究公民社会和民主发展 去年发起占中 面对当前香港民主困局 他为了与自己打气 虽然伤失有严重伤患 仍然坚持要参加100公里艺行者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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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回去那边 山鱼肉来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 真的来了 踩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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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都是望远一点 不要望眼前的风雨 望望云后面的阳光 我看到那帮三十多岁的 那帮不同的专业团体 然后现在雨晒时代的大学生 十年之后肯定是青年才俊 再加上到时的大学生 到时的中学生 四代人 一起去争民主 哇 你想想那种力量 真是 我们现在是处在手势 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心价值 巩固我们的公民社会 休养生息之后 等到一个机会来 我们再出发 一国两制未死 即是一国两制未死 你不是只靠制度顶住 是靠很多人的人心 靠你的努力 走出来去顶住它 我们是应该更加去 令自己进步 因为其实 我们的对手 其实是不断地进步 我认为一个五十年不变 这种说法 不需要太担心 这个过程是大家去建立出来的 下一步应该要想的是 还可以做些什么 而不是想想 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什么 无论大家有什么争论 我觉得有时候要想一想 为什么当初自己要走出来 对手 应该要帮助 您的对手 你不想要帮助